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 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专注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 养生健康,心灵陪伴 在大多数时候,包括古人都认为 世间痴心父母远比孝顺子女要多得多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父母 年纪大了之后将宝压在孩子身上呢? 主要就是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 还是放不下养儿防老这样一种观念 总认为就跟自己在孩子小时候抚养他们一样 等到自己老了,走不动路了 孩子也天经地义,具有赡养自己的义务 按理说,人老了最能依靠的人就是钱和子女 但是今年66岁的林女士却说 到了晚年,晚年幸福最靠得住的不是子女 甚至不是退休金 那么林女士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故事 66岁,林女士的字数 我今年都66岁了 我一直在外租房住 没有和子女住在一起 虽然我有一双儿女 但是子女长大成人了 都成家了 儿子和儿媳还有孙子一家三口 住在40平米的小房子里 这是他们结婚后贷款买的 房子比较小 没有我可以居住的地方 儿子和儿媳每个月就挣几千块钱 他们自己还要还房贷 还要养孙子 生活压力都非常大 根本就顾不上我这个老人 再说,我有退休金 他们就觉得我生活能够自理 又有退休金 没事少麻烦他们最好 我女儿是挺孝顺的 我也不好意思去女儿家住 女儿生了两个孙女 女婿,女儿,还有两个孙女 也是住在不大的房子里面 还有她的公公婆婆 加起来一家六口 我要是再过去凑热闹的话 那可能显得太拥挤了 我66岁了 身体还算硬朗 每月有三千块的退休金 这些退休金也够我花了 我是租房子住 每个月七百的房租 平常买菜也不会买很贵 还算能自给自足 日子过得去 我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 但也有一些小毛病 我有风湿病 一到下雨天 手脚就容易疼 一疼的话就没有办法买菜做饭 这种时候 我往往只能随便吃点干粮充鸡 有的时候也会有小感冒 每次感冒发烧的时候 整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这时候想给儿子女儿打电话 有的时候 给儿子打电话都打不通 他可能正在忙 有时候给女儿打电话 他正在照顾小孩 也没有空理会我 我只能自己多喝水熬过去 有了一次教训和经验 下次就知道 在家里要备着一些感冒药退烧药 步入晚年 我发现能让我依靠的 并不是子女和那微薄的退休金 如果我的退休金足够多 也许我会找一个住家保姆来照顾我 但我的退休金只够我租房和过日子 以后年纪更大了 这点退休金也不够我去养老院 子女们都太忙了 儿子忙着挣钱养家还房贷 女儿忙着照顾他的两个孩子 他们的生活都很拮据 没有多余的时间来陪我 也没有多余的钱给我花 到了晚年才发现 老来伴其实真的很重要 有一个真心实意对你好的老来伴 其实比子女和退休金强 但这个年纪 想找一个对你不离不弃的老来伴 其实挺难的 如果不是原配的老伴 恐怕并不会和你生死相依 也不会在你有病的时候照顾你 不会那么好心地给予你关怀 我现在有空的时候 也会去婚姻介绍所 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老头子 也在找老伴 如果有一些老头子 本身是一个不错的人 也愿意和我相互扶持 我是愿意试试的 要找一个靠谱的后老伴挺难的 但还是要去找找看有没有 如果能找到一个好老伴 晚年就算有依靠了 当然 好老伴是可遇不可求的 晚年既然子女和退休金都算不上是依靠 好老伴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那么只能先照顾好自己 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省吃俭用 多存点钱 老了 如果实在找不到老伴 也不想给子女添加负担 那就去找一个自己负担得起的养老愿助 晚年 如果有一个好老伴 确实胜过子女 也胜过微薄的退休金 人老了 其实身边更需要人照顾 因为老了 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都变得非常虚弱 那是如果有一个真心为你好的老伴在你身边 那么你的晚年才算有依靠 子女往往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要忙 不如老伴能给你的依靠多 好老伴往往都是从少年时期陪你过来的 才会对你不离不弃 如果中年或者老年丧偶之后 想在晚年再找个好老伴 真的比较难 所以大多数丧偶女人 到了晚年 退休之后都选择独居 他们最大的依靠 既不是子女 也不是退休金 是自己 听完林女士的述说 大家说她讲得对不对呢 智恒也整理了很多粉丝之前的留言以及想法 接下来列举出认可度排名前三的晚年依靠 一 自己对家庭的态度 一味在自己老年的时候再来强求孩子赡养自己 不如及早调整自己对家庭的态度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动物维系亲情 全部依靠血缘 而人类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可加上情意 也就是说 假如你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本身是一位有责任感 重情意 尊老爱幼 对家庭配偶 老人孩子都非常重视的人 那么可以说 你的这种行为 比单纯的说教 更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 自己的人品 为什么有的人年纪大了之后 与晚辈相处得那么融洽 根本不存在分歧与隔阂 其实是因为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心地善良温暖 非常慈祥与随和 人品好的人 晚年总会有福报 这一点真的不会错 有些领养的孩子 在找到了亲生父母的前提下 依旧从内心眷恋着养父母 哪怕对方老了 也依旧毫无推卸 为他们养老的职责 就因为双方真的建立了感情 而孩子也真的由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对方的付出与爱 身为老人你得知道 自己平时懂得做人 就是在为晚年积福 孩子好 还得对方的伴侣好 如果在自己身体 还行的前提之下 照顾下儿媳妇的月子 帮着带带孩子 这些都会记在对方心中 待你老了之后 也会成为对方 为你心甘情愿 赞扬你的理由 三 自己对财富的规划 归根结底一句话 孩子顶多起到一种安慰 与陪伴的作用 真正能让自己晚年 过得好的事 身体健康 经济上的富裕 没病没痛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提老力衰 生活无法自理 而必须依靠子女 才能正常生活 心里有安全感 有的老人八十多岁 红光满面 还可以自己坐飞机 独自飞到别的城市 去探亲访友 可见健康与财富 自由的重要性 而想要老年安逸且自在 必要的经济条件不少 因此越早自己对财富 建立起规划 对自己的晚年越有利 就算到时候孩子不在跟前 你也可以自己请保姆 实现居家式自助养老服务 不必非得进养老中心 觉得那样不自由 保姆或终点工 做完那些日常的琐碎 重复的劳动 儿孙再多来陪伴陪伴 帮着干点活 这种形式可能会比较理想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 都存在着连贯性 自己首先在家庭当中 做好本分 便是在为自己的晚年 积福报 在和睦而幸福的家庭氛围中 成长起来的孩子 在受到父母善良 有责任品质 耳濡目染影响下 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们对待父母的爱 也格外浓厚 这样的赡养会自然而然 无需绑架与强迫 当然 如果老人自己有能力 管好晚年的话 那将更加理想 毕竟求人不如求己 自己活得痛快又有保障 不受任何人的气与脸色 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觉得呢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 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